哈囉,大家好,我是新葉 今天呢,這是久違的暗影四章的影片 在5月20號擴充卡包更新之後 我就玩了這套牌組 玩了大概十幾二十場有了 目前最高的連勝有達到9連勝 我覺得是一套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 就是在擴充卡包之後想要爬分的人啊 或者是想要趁最後一個月充一下分數 或者是去拿那個通行證的人 這套牌組我覺得非常適合,而且勝率也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決定推薦這套牌組給各位 先看一下牌組 牌組的構成其實跟擴充卡包推出前的吸血鬼 進化吸血鬼是長非常像的 主要大概就是稍微把幾張卡 幾張卡稍微變少個一張之後去放滿三張的這個新卡 紅魔鼠女羅傑露體 那這張卡非常非常強喔 因為為什麼呢? 他入場取的時候如果渴望有發動的話 就可以免費進化,就是免費進化點 那進化之後呢,到下個自己的回合結束為止喔 不是敵方回合結束就停 而是自己的回合結束為止 自己的主戰者只要是 就是不管怎樣都會是復仇 所以這張卡的效果 本身可以持續兩個回合的復仇效果 兩個回合復仇效果 重點是你如果免費進化 然後再加上進化之後有復仇效果 那回合結束又會發動復仇狀態 以發動這個效果 所以又會隨機打三 然後自己主戰者回一 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喔 這次角色 所以這張卡片是非常強的 我直接是把它編滿的 那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張卡片其實可以不用編滿 那有些人如果覺得太卡 或者是你覺得這張卡本身的效益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高 那當然可以不要編滿 但我個人會推薦兩張以上 兩張或三張 因為中場區的免費進化 對這套牌子我相信來說 真的非常非常好 好,那其他的部分 應該就是大家都看過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舊的進化系這樣的感覺 那這套我把它取叫圖豪 其實因為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紅卡 這裡有1 2 3 4 5 6 7 種的紅卡 然後金卡又有1 2 3 4 4 種 對,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的貴 這套不太推薦新手 對,比較不推薦新手去玩這套 因為這套操作的細節其實也蠻多的 不過如果是以太量足夠 而且對這套牌組已經有熟悉 或者是甚至你本來就是打血鬼磚的 之類的人的話是蠻推薦這套的 你想爬分,你想刷分,你想要打通行陣 都是非常推薦這套的 那這套的簡單介紹就到這邊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實戰吧 絲綢 絲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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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要玩這套的話,最好是要合滿 我個人推薦是最好要合滿 那影片的實戰片段我是沒有講話的 我沒有進行解說 那如果有任何你覺得我打得不好的地方 想要糾正我,或者是你有問題 覺得說為什麼你這裡要這樣打 你的考量點是什麼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讓我去回答你 OK,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下訂閱,訂閱旁邊有小鈴鐺 就可以隨時收入我的最新消息 我是金燕,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